刚刚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养的那个狗狗拉铁 把艾米那个仓鼠给咬死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再给你买一只好不好 不要 我怎么死了 喊妈 然后这个门呢 这里就是这样开着的 我们是把它关好的 这样关好的呢 这里还带了一个这种小锁 一直就这样锁着 这样是打不开的 拿铁不知道用多大的筋 才能把这边给撞开 最主要是仓鼠它年纪大了 平常除了吃 它也在那里不动 拿铁肯定是撞开之后 然后在那扒拉它 它也不跑 估计扒拉两下 把它扒拉死了 就因为帮它睡不好 所以给它买这么贵的东西 然后就因为它好处的叫 它那也就突然给它咬死了 你也可以上床再跟我们享受一样的待遇 它为什么就要咬比它鸡下等的肚骨呢 它现在也知道犯错了呢 在这里面不出来了 拿铁你怎么可以这样 真的要打你一顿 刚刚才发现 艾米这个下巴这里 这一条呢 被拿铁抓的 你这啥时候抓的 就是你还没咬死 那个草鼠之前 太晚了 明天早上带艾米再去它矿泉营鸣吧 幸亏那个狗是昨天抓的它 如果今天咬完仓鼠再抓艾米 那肯定就更严重了 在凉台上 不要进来 就在凉台上 你今天要罚你在这里面壁 面壁丝锅 听到没有 我把狗给装到凉台上了 不行 我罚罚它 你也不罚它 它一如果咬吐都怎么办 我把几分钟又要放出来 看到没 你还又心疼它 就是有点心疼 进来吧进来吧 姐姐又心疼你 艾米在这里哭着哭着睡着了 赶上让它好好休息吧 希望睡一觉 艾米明天早上会好一点 把仓鼠装到这个箱子里面 黑糖一路走好 刚刚把黑糖给埋了 主要是怕艾米上心 明天再好好安慰它一下吧 今天就给大家到这里了 明天见 明天不见 感谢观看